7月6日,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终于开启了他的访华之旅,四天三夜,多场会谈,这位77岁老太太的行程安排要比布林肯丰富得多。 耶伦抵达北京时,刚好雨过天晴,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还特意提醒他欣赏一下天上的彩虹。 耶伦,哦,是LBGT吗?玩笑归玩笑。 其实,耶伦在中国这几天,无论他说了多少话,表了多少态,也无论是刺耳的,还是顺耳的,都不重要,听听就好。 耶伦最主要任务是完成本职工作,也就是美国的燃眉至极,卖美债。 有意思的是,双方都不会公开谈论此事。 美国媒体总是在谈论一些大的议题,比如美国籍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,中美要如何沟通,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如何合作,中美如何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。 耶伦在公开场合也是围绕这些议题发表谈话。 为什么说耶伦的话听听就好? 比如,中美如何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议题? 破坏中美经济关系的是美国,如果要谈,美国必须要有实际行动。 一,取消自2018年以来对中国商品加征的一切关税。 二,取消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封锁禁令。 三,取消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禁令。 四,取消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封锁政策,包括美国盟友也要取消。 五,取消美国黑名单,实体清单,上的中国企业名录。 只有美国完成这些实际行动,中美才可能讨论如何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。 但这些耶伦能说了算的吗? 显然是不可能的。 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问题,还有安全、军事、外交等议题也不在耶伦职责范围之内。 所以说耶伦的公开讲话听听就好。 耶伦为什么要带上这么多议题? 因为美国要掩饰他火烧屁股的狼狈样。 反来过说,如果美国不急,又何必在没有得到邀请的情况下派耶伦到北京来呢? 美债滞销,才是耶伦最头疼的事,毕竟美债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。 之前,拜登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好不容易才达成了提高债务上限协议。 但拜登大的来了,在接下来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,2025年前,谁来购买新发行的国债呢? 美国财政部将在未来四个月内发行大约8500亿美元国债,到年底前总计将发行超过1.1万亿美元国债。 目前,美国国债已突破32万亿美元。 耶伦面临的问题是一些国家却在抛售美债。 今年四五月份,抛售的国家有15个之多,中国、英国、瑞士、比利士、爱尔兰、沙特、韩国、荷兰、澳大利亚、西班牙、菲律宾、以色列、伊拉克、秘鲁、巴哈马。 另外,百慕大和开曼群岛这个避税天堂也在抛售美债。 以上名单之中,有好几个是美债大买家。 中国和英国分别是美债第二大和第三大债权人。 虽然中国三月份有所增持,但方向是减持,大金主沙特也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。 耶伦还能指望谁来购买美债呢? 最铁的英国四月份抛售了304亿美债。 美债在美国盟友当中,只有日本是个大孝子,它是美债最大债权国,但日本还能买多少? 8500亿美债,至少有三分之一在海外出售,也就是2550亿美元左右。 如果卖不动,最终只能由美联储全部吃下,那么美联储只能增发美元。 但这样的话,美国国内高通膨问题又无法得到解决。 所以,美国必须将美债卖到海外,让资金回流国内。 否则,这几十年来美元、美债、美元循环将会被打破,这比美国经济减速还要可怕,直接动摇美元地位。 美债本质上就是美国政府在借钱。 有人说,美国政府要是缺钱,只管印钱就是了,但这个说法是不对的。 1913年美联储成立后,美元发行权就只属于美联储,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发行国债向美联储借入美元。 美联储才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。 表面上看,美联储是一个政府机构,中央银行,它的主席和副主席需要得到总统提名。 但这只是例行公事,美联储实际上是独立的,甚至它的一切经费都无需国会拨款。 谁敢动美联储发烧权,那就会有人送它去鉴赏地。 美国财政部只有硬币发行权,硬币最大面额为一美元。 之前有美国议员脑洞大开说要印白金硬币,一枚硬币面额一万亿美元,一了百了,来个几十枚硬币,什么债都能还清了。 其实在奥巴马时代就有人提出过这种想法了,这样做并不违宪,但没有一位总统敢这样做,特朗普,拜登也不敢。 因此,美国政府还是得想方设法把美债推销出去。 美债最大优势是,它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债权之一。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多余的美元,难道它会去买印度的国债? 刚果的国债?越南的国债?一般都会选择购买美债。 如果美国政府不是如此疯狂地增加美债规模,它根本不用担心出现美债滞销问题。 但美国政府现在借不到钱了,要想借到钱,77岁的耶伦老太太不跑中国也不行了。 耶伦对中国的期望值高低,一,多买一些,带个头,二,少买一些,三,不抛售。 那么,中国肯定也有相应的条件。 耶伦的大议题不用谈,我们跟他就谈钱,虽然说谈钱上感情,但中美有什么感情可言。 美国有两种手段促销,一,施加各种压力,这对日本、英国、加拿大有用,但对中国没有用。 否则,耶伦也不专程跑一趟了。 二,增加美债吸引力,比如提高利率,让中国获得更大收益。 就像一个人借钱不好借的时候,不得不提高利息给别人。 问题是,美国国债利率一旦提高,就会影响到美国银行业安全,国内资金流动性也会被动下降。 但美国又不能专门给中国提高利率,那么,耶伦就需要给中国额外的补偿,而这种补偿是什么? 美国不会让其他国家知道的。 如果这样,耶伦还是达不到他的三种期望值,美国就将会采取极端的非理性的手段,他很可能会选择最后的优势领域,军事。 赌气的说,我们可以美债甩净,但国家是不可能赌气的。 解放战争靠赌气是打不赢的,抗美援潮靠赌气也是打不赢的,我们制定战略和策略目的是为了打败对手,所以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。 我们在用美元采购黄金,从去年11月开始,中国已连续5个月增加黄金储量。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,目前总库存或达到2092吨,获得这些黄金并不需要我们把美债抛售干净。 把美债抛售干净,我们将得到什么? 一大堆美元。 那我们再去采购全世界的矿产、能源、农产品吗? 这并不现实。 美元还是美元,是国际储备货币,也叫外汇储备。 只要美国还健在,美元就能一直循环使用,我们放在手里并不能产生利息。 出售美债是美国的核心利益,它也不敢轻易取违约。 美国的核心利益跟其他国家不大一样,我们的核心有台湾问题、南海问题等。 而被美国视为侵犯其核心利益的事情有,一,带头拒绝购买美债。 二,强行收购美国大企业控股权。 三,要求美国将本国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。 四,最严重的是公开去美元化,这会引发战争。 法国的戴高乐干过三,后来他也不敢,伊拉克、伊朗、朝鲜干过四, 利比亚的卡扎菲不但干过四,还拒绝使用欧元。 中国1234都没对美国做过,我们也不宣传去美元化,人民币国际化跟这个是两种概念。 中国既然同意耶伦来谈,就说明美债问题是可以讨论的。 在正常情况下,中国增持或减持美债是根据自身需求来决定的, 我们不会刻意去宣布拒绝购买美债。 但在美国火烧屁股的情况下,这变成了一张牌,主动权在中国手里。 耶伦明天回去后,如果双方官员继续来往讨论此事,那他就没有白来。 美国对华政策是否改变,还是要由拜登来决定。 但耶伦作为犹太人,他背后利益集团对拜登的影响非常大, 而且他还当过四年的美联储主席。 银池卯粮已经是每届美国政府的恶极,美国能拖一天是一天。 最后说件悲伤的是,美债是美国永远不可能履约的债务。 在1972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,美元就相当于黄金, 而美元是凭空造出来的财富。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特权,美国政府就一直用新债来抵补旧债, 而且越补越多。 他只能支付利息给债权人,但永远也不可能还清债务。 到了美国财政部无法支持利息那一天, 就是美元霸权崩塌的开始。 如果美国破罐子破摔,疯狂增发美元偿还美债, 那一定是美国先死。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,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。 感谢您的观看,欢迎点赞,订阅和转发。